你所受到的惩罚还没有两年前 他所承受的痛苦一样多 我当然相信你是爱她 但难道你不务之吗 我觉得我不务之 当年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知道她 你是爱她的 但后来在你母亲的疏导之下 你不务之吗 第一 你离开了她 第二 你又找了一个有钱 第一次她回来 她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了 你才敢跟你母亲说 说这些 当年你太狠了 你走就走吧 还跟别人妇女说那些个话 你当年做的太绝了 画面中被图雷老师怒斥的女孩 名叫小婷 今年24岁 来自河北 她做了什么出格的事 让图雷老师怒斥她物质呢 她究竟对男友妈妈说了什么话 让图雷老师骂她对长辈太绝情 女子来节目组的目的很明确 想挽回两年前被她抛弃的前男友 让我们看看 他们之间有怎样的情感纠葛 唱作不易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加关注 今年必发大财 故事还要从男友这边说起 你就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走了 现在出来的男子名叫小卓 来自山西 今年24岁 是小婷的男友 一上场就开队女友 在她最需要她的时候就离开她了 走就走了吧 但是却对男生的父母大不敬 他究竟做了什么呢 他就说你没钱你养什么儿子 他对我父母这样说的 你知道我父母当时多伤心 我父母当时气到快住院了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女生根本就没有尊重长辈 更没有拿小桌荡一回事 不管任何一个男人都受不了这种话 俗话说你可以说男人没出息 没钱没势力 也没本事 但绝对不能羞辱一个男人的父母 末期少年穷 来日让你刮目相看 这是两年前发生的故事 女生嫌弃穷男友 无情抛弃了她 当时男生心灰意冷 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 这两年男子努力工作 发奋图强 可以说事业有成了 就回到河北找到女子 两人很快复合了 时隔两年的爱情还会如 当初那样单纯嘛 两年后男生找到女生 到底是为了爱 还是另有目的呢 男友直呼上节目就是要和他分手 还找借口是公司要他回山西 难道他的工作比女友还重要吗 两人时隔两年好不容易又在一起 男生这次回来真的 是真心想跟女友在一起吗 女生说到自己这两年通过家里介绍 已经跟另一个男生订婚了 为了男友把婚室都退了 女孩这时脚踏两条船啊 为何男生要拿这种理由来敷衍他 这其中的隐情怕是还有很多 随后男生反问道 故事说到这里 他们两个一句我一语的 连主持人都感觉一头雾水 主持人说到还是我来问 你们来答 放弃了一切要跟他在一起 我们说说你放弃的是什么 我之前我家里不同意 所以我跟我父母也闹掰了 你也好意思说之前 之前那时你父母不同意 然后你是不是跟着你父母回去了 可是当时我做这些决定 我也很心疼 我也很后悔 女孩直说她为了跟男友在一起 跟自己父母都闹掰了 还放弃父母安排的未婚夫 就是后悔当初的决定 当初离开男友也是 听了父母的意见 怕跟着男友吃苦 随后主持人问道 跟他父母回去了 回哪儿了 回到家乡 何北 从两人交谈中得知 他们是从大二就认识的 谈了两年 也算是情投意合 但是却被父母破坏了 父母的三合为两年后的他们 留下了一个难以过去的稿 大二的时候认识的 有一回就是我们两个一块主持一个晚会 学校迎新晚会 大二的时候两个人 是在迎新晚会认识的 学校里的迎新晚会 两个人是一对搭档 一来二往就走到了一起 虽然男子是农村出来的 但是对待女孩子很贴心 真的觉得男生很好 所有女孩才接受他 好久不长 毕业来临时 因为安排工作嘛 毕业的时候 他父母逼着他让我们家买房 我们家是工薪加层 每个月父母加起来可能就两三千块的工资 我去哪儿给他买这房 小婷父母说道 要想在一起 就要在河北买房 女方家里逼着男生家里买房 从农村出来的孩子 父母都是工薪阶层 一个月一两千的工资 怎么可能买得起房子呢 作为女方家电父母 想让女孩嫁给好点的人家是没错的 问题是也不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也不想想他们才毕业 现在没钱不等于以后会一直没钱 以后两人都可以为自己的小家庭 奋斗出一个更幸福的人生 女孩面对父母的不同意 只好妥协 相当于两人毕业后就被迫分手了 两个人分手两年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男生被公司派来河北工作 也许是心里放不下女幽小婷 或许是两年来男生很寂寞 又或者男生只是想起来曾经的那些美好记忆 随之拨通了小婷的电话 当时小着没想到会打通那个电话 本以为男生可以控制自己 却不曾想面对曾经的爱人 见面后按捺不住想要挽回她的冲动 随后两个人就真的再一次复合了 这在心理学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体现呢 那个男孩对我挺好的 可是我觉得我心里一直想的都是她 从来就没有忘记过 男友两年都在拼博事业 女生则是又谈了一个男朋友 已经订婚了 不得不说这女生 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这样的女生真的只是爱着男友吗 还是有其他目的呢 还大言不惭的说道 一个晚上 你让我于心何忍呢 我当时那样伤害过她 我不想再伤害她一次 从交谈中得知 女孩本打算随便找个男人嫁了 聊此一生 没想到 这时候前男友却出现在她的面前 一直不知所措的小婷 面对前男友突如其来的关爱 又就情复燃了 她难道没想过另外一个男生的感受吗 可能觉得当初亏欠了前男友 这次想弥补吗 又或者前男友现在算是事业有成 经济条件也还不错 交了以后然后又买戒指 她说她当年买不起戒指 现在全部补偿给我 跟我好好在一起 两个人和好之后 小卓就带着她去看房子 没想到女生很快看上一套房子 小卓二话不说直接给了首付 最后又给女孩买了戒指 女生都被感动哭了 然而小卓做这一切是真的还爱小婷吗 当年的穷小子买不起戒指 更别说买房子了 两年后的她是想把以前对小婷的不足 现在俩补偿给她吗 本以为所有的事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没想到后面发生的一切让小婷崩溃了 最后主持人赵川问道 女孩面对订婚那个男孩轻描淡写 而对前男友的重新追求无法抵挡 女生这种做法真的是正确的吗 男孩表示这两年来就是想证明 给小婷的父母看看 他们当初的选择和看法是错误的 现在的她有这个能力给他们女儿 更好的物质生活 男孩表示和好后这五个月时间 每一天都是一种煎熬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男孩工作的影响 要离开河北回到山西 小婷的妈妈不同意女孩嫁去河北 坚决的反对 男生以此为借口 不管怎么说都不肯带女孩去 小卓也没有试着去改变小婷父母的看法 我怎么改变他们想法 两年前的时候他们就打心眼里看不起我 我现在我有一点成就 我现在可以在你们那买得起首富了 当时那样带走我肯定也是觉得 怕我将来跟上你过不上好日子吃亏 从小卓口中可以看出 对于两年前小婷父母的做法 还是耿耿于怀 这到底是自卑还是自负呢 女孩表示只要小卓好好跟她父母沟通 每个人防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 过得幸福快乐 当年也是怕跟着男子吃苦受累 所有才会有两年前强行带走女孩的情形 男生的种种行为就是不想带她走 也不愿留在河北 主持人犀利问道 既然不能承诺女生 为什么五个月之前又要去招惹她 控制不住那你什么意思呀 感情来了不是想控制就能控制住的 男生口口声声说是自己控制不住自己 表示感情来的时候无法释怀 难道才五个月感情又走了吗 男生随后解释道 两个人根本没办法在一块 俗话说没有父母祝福分婚姻 是不会幸福的 双方父母都反对他们在一起 因为当时女孩伤小着父母的心 实在太过了 直到现在还没有释怀 你去我们家里啊 我父母从来不给我做菜 然后给你做一桌子你爱吃的菜 因为当时女孩去男生家里面的时候 男生父母带她如亲生女儿 从这段可以看出农村的父母 是有多通情达理 这样会做人的父母真的难得 然而真心换不来真心 父母对小婷的好 并没有得到该有的尊重 因为女孩曾经的一番话 他们仍然记忆犹新 不要告我 你要找个对象 你要舍得给女方家庭花钱 不要再让女方家庭看不起你了 小卓皱了皱眉表示道 小婷给他们家带来的一切 是永远无法抹去的一道伤疤 所以小卓表示还是得分开 女孩随即表示 可以不顾一切 跟着男生一切走 但小卓支支吾吾说道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难道小卓是在逃避什么吗 或许这两年 小卓在工作的地方 有金屋藏娇吗 或者是有喜欢的人 来到河北出差 仅仅是因为寂寞的地方 随后小卓的一句话 让全场都不淡定了 带着这种不甘心回来的 这个信息量有点大啊 每天为了省钱 我可以吃泡面 我整整吃了一个月的泡面 每天早晨五点起床 晚上十一十二点才睡觉 就是为了跑夜 我为了能挣得多一点 没想到小卓这两年 吃了那么多苦 俗话说 当一个女孩离开一个男人时 肯定是她穷困潦倒的时候 那个时候女生肯定心如死灰 随后又振挫起来 或许正是因为女友小婷的离开 让男生重新面对生活 又或许在心中埋下了 一颗暴富的种子 在心里对自己说 将来一定要成功 然后去找到女生 让她为当初的选择后悔 随后男生小卓的一番话 让全场都竖起了耳朵 女友当初的离开 到底是因为男生穷吗 现在贵求复合 真的是为了男生的钱吗 女生真是一个物质的人吗 随后女生小婷的一个反问 从两人争吵中可以看出 男生这次回来 其实就是在报复女生 因为当时的男生心已经死了 心里一直有这种 报复小婷的心 这种不甘心 或许每个人都有 但是有的男人可以放下 但是小卓却把她放大了 故事到这里 对于男生上节目的目的 一目了然 就是借机会抛弃她一次的 只因当初女孩甩她的时候 那般绝情 嘴里口口声声说还爱着小婷 但是各种动作已经表明 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报复 此时不知该同情女孩 还是该数落男生 您认为男孩的做法对吗 女孩这遭遇值得同情吗 那你刚见到她的时候 你怎么没想这些啊 我想所以我一个深深伤害 你父母的女人 你干嘛给她打电话呀 两年不见 去了河北就招人家 为什么呀 你们俩充分应征了 电影里的那句话了 出来混总是要还 你还了你两年前的债 你要为你后半辈子也还点债 你们听听专家的意见吧 小婷苦笑的表情 像极了不知所措的小孩 这时的小婷心里就像 打翻了一个调味瓶 五味杂陈 面对主持人怒斥 男生和女生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一句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击中了多少人的内心了 他们两个将何去何从 我们跟随主持人赵川的脚步 一起来听听嘉宾老师们 是怎么看待这段感情的 首先说话的是心理专家马丁老师 一个恨或者是报复 让你咽不下这口气 兄弟你对着自己内心问 当初是自卑的 被爽的 小有成绩以后 是又变成自负的 自负底下依然是深深的自卑 你受了两年的苦 人家也没好受 人家和父母决裂 静的心也退了 现在你又不要他 两败俱伤 刚才川哥说的对 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马丁老师的一番话 狠狠地打了他们一记耳光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事实已经摆在这了 最后两败俱伤 谁也没捞着好处 现在该伤的也伤了 该还的也还了 该恨的也恨了 当爱比恨多 那是真的爱过 而且爱得很深 当恨比爱多 这种不甘心 会让你今后的感情了 无法自拔 希望经过此事之后 男生可以释怀 如果真的不爱了 就放手好好的去生活啊 不要活在过去的世界里 接下来是瞿伟老师的一段话 徐伟老师的话 还是那么犀利 一开口就讲到了重点 男生这次回来 就是这两个目的 从交谈中 还有对女孩做这些事 都感觉不到一丁点的爱意 除了报复 就是那种所谓的快感 让自己有那么一时爽感 但真的报复成功后 男生心里竟然也是不开心的 因为这个女生 是他曾经爱过的女人 现在会从快感变成痛感 因为男生失去了该有的大度 两个人都该好好想想 接下来值不值得在一起了 毕竟这个人现在在爱着你 这种报复 真是来得那么痛快 女孩 审视自己内心 你爱的真是这个人吗 还是说 现在你为了他抛弃了 另外一个已经订了婚约的 你放不下的是 对他已经成倍的付出了 接下来是大家 期待已久的图蕾老师点评 你所受到的惩罚 还没有两年前 他所承受的痛苦一样多 我当然相信你是爱他 但难道你不物质吗 我觉得我不物质 当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知道他家里没有钱 每回出去吃饭 我会主动上前去把钱掏了 当初你是爱他的 但后来在你母亲的疏导之下 你不物质吗 第一 你离开了他 第二 你又找了一个有钱 第三 这次他回来 他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了 你才敢跟你母亲说 说这些 当年你太狠了 你走就走吧 还跟别人父母说那些个话 你当年做得太绝了 图蕾老师的话总能 一针见血的击中人最脆弱的内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样的女孩是完全可以教训一下的 但是前提条件要立好 教训归教训 前提是这才回来 打算跟女孩在一起的 但是如果这个教训是为了抛弃女孩 这种做法就会很阴暗 图蕾老师的猜测 我认为十之八九 男生这次回来 就是来抛弃女友的 想让他尝试一下 当初男生被抛弃的那种感觉 因为就算女生父母和女生 去跟小周父母道歉 男生的表情都是无动于衷的 由此可见 男生是属于后者 是为了赤裸裸的报复才回来的 希望他们能听进图蕾老师说的话 接下来是孙茜和蔡远航模仿夫妻的一段话 相信他是在圆一个自己的梦 圆一个我有钱 我不是那个穷小子 圆一个那个 当自己的父母被自己的前女友痛骂 而自己毫无反击之力的一个男人的那些所有的自卑和伤痛 在圆一个那个梦 蔡远航说得很委婉 但也说出了男生的心理活动 这种报复心理 如果把他变成一个动力 那小卓的人生将会更加成功 孙茜用最温柔的语气 说出最强硬的话 他犀利地指出 男生此时此刻根本就不爱女生 男生也表示只是曾经爱过 这两年 两个人的心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女生变得更加物质 男生变得更加自卑 甚至可以说是自负 最后主持人赵川说了一段话 想一想 你这次回去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你像个男人一样的去面对生活吧 其实有人是挺遭恨的 你居然订了婚 就意味着你再次做出了选择 你做出了选择 一个什么人来了就能带走啊 你觉得这种背叛对吗 你对得起那个男人吗 对不起 两个人应该为自己的人生 好好想想再做出一次决定 爱我 还是就完全因为 就你心里不平衡 我想过要报复你 但是我真的 真的下不去手 我可以求求得你父母的原谅 我可以跟着你走 我现在想结束这种煎熬 从黄金60秒交谈中可以看出 男生是不可能回头的 女生的祈求最终没能打动男生 也许两人分开 是最好的结局 当分手音乐一出来那一刻 你会有什么感觉 你是怎么选择的 一起输五个数 小图想说两句 在婚姻和恋爱关系中 伤害就犹如一面镜子 破镜难缘的道理应该都听过 当初的美好 向往没有坚持 错过就错过了 应该向前看 也不要因为心里的不平衡 去报复一个本该放下的恋情 最后的结果两败俱伤 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爱情来到时候不要错过 错过了就还彼此一个自由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